欢迎大家去看 狂谱天命剧情第一期 是否还活着 在下面的剧情分析开始之前 我们先说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Arys Maw 就是在Duck Below中 领导玩家T-Pakrota的那个PC 也就是那个三眼的蒙面女 另外一个就是Prince Ultra Sol 这个人是女王的兄弟 被称为Spymaster和Master of Kross Kross是指Riff中的一个情报部门 他专门为女王收集一些手续下的情报 由无人机组成 而指挥他们的人就是 Prince Ultra Sol Black Garden就是Kross发现 并进行情报收集 这件事和男孩有密切关系 还有一个组织叫做TheCovid 就是在动画中 出现在女王背后的三个人 他们被称为Tekian 但详细的情况并没有被说明 这次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游戏当中 I remember everything about the day I was born I still bear the scars The Awoken are my family now And I am their queen I know you are很敏 That's n That's not the way we host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打斗 我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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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保護 现在女王召唤了这些黑色发芒武器叫做哈宾 最后会详细说明和Clawman有一切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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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This... was all... part of the plan. Guide them, my hidden friend. It is all up to you now. 女王在最后一句话中所说的 应该是指Aris, 因为在游戏最后Aris出现的时候 Aris也曾出过My Queen这句话 也不难看出Aris和女王之间应该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 在天命卡牌《Ghost Fragment》的Riff中 Prince Ardrasov曾经遇到过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Aris 虽然说在整个卡牌中都没有想去说明这个人是谁 但是他中间有一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指三个暗绿色的亮光显现在面纱后面 这个人应该指的就是Aris 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人物当中只有Aris是符合这个条件 在这个卡牌中 从Ardrasov曾经说到过 如果Guardian知道你和他有联系 这将不利于他的计划 这里面女王的计划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内容 但很大程度上和TheCovid有一定的关系 Aris说女王已经在行星带的另外一边 可能是指女王的剑队正在向土星前进 根据Ventielpost Queen's Bay中的TheRiff 是围绕着Forvesta的建造 Forvesta指的就是造神星 它是在小行星带的内侧 另外Aris所说的B样子也并不清楚是什么 但根据一份内容似乎和Otheris有关系 TheRoad to Kingsfall的卡牌中 是Aris写给Otheris的一个报告 大致意思就是说 没有发现Oryx和Krota生活的迹象 确认已经把他们从宇宙中进化了 然后说女王是正确的 现在一切都落在Guardian身上 让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完成他们之后的任务 这份报告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但最后写着是Aris Mob undiscovered report toOtheris Otheris这个人在天命中一直很神秘 据说变成了Vax更准确的应该说是融入了Vax的网络 因为他在游戏中一直是负责研究Strange of Oryx 或者是Nexus之类的东西 另外一个有关Aris和女王之间关系的卡牌 是Ghost Fragment的Queen 2中 这个卡牌内容是说一个猎人在劝说女王去打击Oryx 中间有一段猎人说的话 他说 我不想玩政治游戏也不再对City产生不满 我没有红他的希望去终结这场战争 我也知道我不会看到战争的结束 我到这里是为了一场战斗单独的一场 因为他需要我们全部去战斗 一起或者分开 所以我要警告防御者们一起或者分开战斗 我将会做任何事情 他低沉的声音强烈的震动去终结Oryx 女王回应说好让我们去终结他吧 这里个人见解是Hunter就是Aris 因为Aris最初在进入Hermoth的时候 他就是Hunter 关于Aris的事情也会在Aris的专题上详细介绍 从这里来看 Aris和女王在战前就达成了某种协议或者计划 也有可能女王自己有着怎样的计划 而这计划也跟后来的事情有着详细的关系 在DLC House of Wolves中 斯科拉斯曾经对女王说过Light Snapper Dark Bander 这里说的是谁我并不确定 因为他有可能指的是Oryx 也有可能指的是Nine 因为两者都说得通 也有可能双方都是 因为Oryx一直在消灭其他文明 而Nine一直在暗地底行动 而且斯科拉斯曾经见过Nine的人 下面这份卡牌内容是有关Dragonaut的 是在战前Petra对Dragonaut进行的观察 最前面的几条是要求整个舰队停下来等待接下来的命令 中间说的是对整个Hive舰队的情报 第五条是说所有舰队进入假定战斗状态 待命 但是在Message End后面却添加了三个Stop 在另外两份报告中 只有在作战的时候才使用了三个Stop 所以可能是接触并即将进入战斗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本期主题的一个重要卡牌叫做The Coven 在之前动画中出现的Stand Attack就属于The Coven 这一段内容的时间点是在女王舰队从The Riff出发之前The Coven的一次聚会 对话内容都是讨论有关Harbinger和一个计划的事情 The Coven从其他片段中说明具有感知能力 可以对一些事件进行观察和判断并警告女王 另外还有制造幻象这个能力 在Wanted Princess Banners Banner中 曾协助女王舰队制造Harbinger的幻象并击败佛伦 最主要的能力就是协助女王使用Harbinger The Coven的成员被称为Tekin 现在所制造的还有七个人 分别是The Coven's Mother Elian Thaddea Nasha Carly Easley Shaw 在文中这句Orlyx could care her if she holds on too long 个人猜测是指女王所拥有的Harbinger 英文前文提到Harbinger是一场从永和战争中所获得的战旅品 而Orlyx一直想获得新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Wall 后文 The Coven在讨论送走哪个Harbinger 并称其为children的时候 感觉Harbinger是一种具有限制甚至有生命的东西 其中 They are to be planted into a death thing to have children of their own 中提到的death things应该是Dragonaught 将Harbinger送进Dragonaught 回想片头动画中Harbinger撞击Dragonaught的场景 就好像撞上去之后被吸收的一样 在女王手里有两种战略性的武器 一个叫做Carbinds Gravity Weapon 曾经用在Fortuna Promet事件中对抗fallen 另一个就是Harbinger 在Ghost Fragment Fallen for Wanted Scholars Care of Chaos中 都有提高Harbinger的使用 重点是看Wanted Scholars Care of Chaos 开头说Harbinger横扫古神星摧毁了小行星并杀死的Varicus Care of Wolves和超过一半的Wolf氏族 文中用了Hundreds of thousands来说明Fortuna的力量 而且The Coven认定City将不能抵挡出这次攻击 这里可见Harbinger的威力 而且Harbinger曾经作为Carbets的后备武器使用 虽然Oryx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也不至于连一点插箱也没有吧 毕竟连卡包的一艘战舰都能非常轻易地穿透外层装甲 前面有时候他们具有感知能力 在Carpets Collars Capture中曾利用Petra的眼睛观察Varicus 有点类似于共享视野 但这里的Tekin之间却不共享 伊连应该是隐藏的某些事情 还有部分细节会在后面提供 所以个人猜测这次的进攻只是女王在执行某项计划 并非进行进攻性的行动 但是女王没有预料到几方内部的变数导致舰队全面 最后是两则关于战后的信息 第一个是特殊武器Telestore的描述 这是战后对女王进行搜索的一份报告 后面的死亡名单中有四个皇家司令官 三个Tekin和女王 这里顺带提一下Riff皇家司令官的组成 四个皇家舰队司令官负责着Riff和Queen Spade的安全 他们就是Patra的上司 两个皇家部队司令官负责着Riff的战斗少典和军事设施 一个Oakon皇家警卫队负责保护女王在任何地里的安全 和Riff的全域安全 接受谍报和外交的训练 与Ultra Sov有着密切关系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七个皇家司令官中有四个已经在战斗中失踪 可见Oakon在这次战斗中的损失非常大 最后一则是The Aftermath卡牌 这个卡牌是关于Prince Adronsov在战斗之后掉落到火星的描述 在这里Adronsov对Tekin的行动有所怀疑 其中有一段描述是Tekin应该已经知道吴又好会怎么做 肯定已经知道 难道他们没有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 听到他所听到的 还有这个可恶的Catcher 并没有受到保护 他们应该知道 一切都用来准备Harvinger 舰队仅仅在发射前才完成了部署 这里Adronsov对子Kalvin的行动产生了质疑 由此可见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而且女王完全不知情 三个失踪的Tekin中Sedin也曾质疑过 他和Sedin都是长期在女王身边的人 但是对子Kalvin的描述实在太少了所以无法进行分析 以上就是对女王这次攻击五位号的相关分析 个人猜测女王是还活着 很有可能在下个DLC中出现 本次剧情分析就到此结束 如果对本次剧情有更好的猜测和补充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主题人物Aris 拜拜